政府不要再做做表面的數字 這樣子人民就會相信的 陳先生父親在洗腎中心染疫確診 卻在家裡等了三天後才送醫隔離 同住家人也不敢出門 只能與確診者共處一室 但一些處置措施讓他相當不滿 怒罵政府製造防疫破口 陳先生投訴洗腎的父親 在5月22號確診 25號送醫隔離 同住韓看護共5人自主隔離 6月3號父親因為CT值大於30 解除隔離出院 陳婦反為家中6月7號 再由看護陪同去洗腎 6月8號就出現高燒咳嗽的症狀 6月9號二度確診 解除隔離出院後的丈夫 傳染給同住的妻子 而妻子前後總進 隔離時間將近一個月 大於30基本上是進入 自主健康管理 這讓陳先生不解的是 當初父親要出院時 衛生局竟然要他坐防疫計程車 去接父親 這樣等於是暴露在風險 也可能危害別人 這個在居家隔離的家人 先送到防疫旅館 然後再把防疫旅館的外傭 接回家裡來照顧個案 雖然二度確診可能是特殊個案 投訴民眾認為 其中連環出現防疫破口 可能是疫情到目前為止 還沒能有效控制的原因之因 記者黃天耀 李宜昌 新北報導